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次的内容就是截止PWM作为开放电源数字控制最主要的一个外设PWM部分驱动的一个要点介绍 这次课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内容就是把另外一个组成数字控制开放电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设 信号采样ADC部分的一个设计要点的一个分析介绍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内容切换到这个ADC部分 那么在这次讲之前我也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大概会分为几个部分 那除了这个信号采样ADC部分的设计要点介绍之外呢 我们就会接着就走到一个展开到一个就是开放电源闭环控制的一个设计方面的要点去进行探讨 那么然后呢扩展到这个除了控制设计之外的一个功率部分 功率器件部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宽近代半导体碳环规器件的一个原理 以及它的这个一个案例分析 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做一些大功率开放电源的一些成功案例的一个分享 这是在理论之后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分享 那么最后我们也会花一点点时间去做一些 Microchip方案的一个TSS推广方面的一个策略介绍 那么现在就直接切换到这个ADC部分 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就切换到这个节目的一个小节目 进行电源的数字化控制设计的时候 ADC的部分相当于是它做信号的采样 输入信号的采样 ADC就相当于是人的眼睛一样 它作为信号的输入 最后一个执行就是PWM的输出 所以说信号的输入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MCU或者DSPIC 它接受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ADC DSPIC 3S系列上ADC的这些主要的特性 那么首先它的采样延时 采样转向延时 就是比上一代的芯片有了一定的提升 就是降为285纳秒的一个延时 那么它的总的数据的采样的吞吐率 达到3.5兆次每秒 那么它的触发的选项也是非常灵活的 除了可以采用PWM的信号进行触发之外 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外设像CRC 像CCP的比较输出等等去做它的触发信号 那么当然也可以通过外部信号去做触发 或者说软件触发等等方式 那除了这个ADC这个模块 除了内部它这个ADC的转换的核心之外 它还有一些携带的这个数字比较器 和这个过采样滤波器 那这个数字比较器呢 它一方面它可以就是弥补这个模拟比较器的 一个个数不足的这种情况 可以作为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些量的一个比较的这种事件 那么过采样滤波器呢 它可以去对信号进行过采样 去提升它这个信号采样的一个分辨率 那么这右侧呢 可以看到它这是一个ADC的这个模块 它的一个高级的一个框图 看到它这个左边呢 它是这个专用内核ADC和这个共享内核ADC的内核 那么右侧呢就是这个数字比较器和这个过采样滤波器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首先看一下它那个第一个方面 就是ADC要正常工作呢 它必须需要一个正确的时钟的配置 那么时钟配置的话 对它的运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不是配置不合适 或者说那个配置的如果是那个时钟不合适的话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结果 错误的采样的结果 或者说停机等等这样的一些恶劣的这个结果 那它的这个ADC的时钟配置呢 一般首先选择它一个合适的时钟源 那么规格书上呢 它也有相应的这个计程器的这个设置 可以看到它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时钟 包括直径时钟或者系统时钟 FOSC或者说辅助索向环的一个输出 或者是VCO索向环VCO的一个输出等等 那么时钟的输入选择确定了之后呢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说我们最终配置的这个TAD呢 是不能超过14.3纳秒 或者说70兆这样的一个指标的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指标 超过这个指标的话 它就可以可能就会产生超频 或者得到一些不正确的一些采样结果 尤其是在高温下 那么这个如何得到正确的这个ADC的这个时钟呢 那关键是两个分屏 一个呢就是选择了ADC的时钟以后呢 一个是进入ADC模块的时候 一个对所有的ADC内核的一个分屏 那么第二个分屏呢 就是进入每一个ADC内核 就是进入每一个ADC内核的时候 一个分屏 那经过这两次分屏之后呢 那在这个D-SPEG-33C上 大概我们可以设置为66.5 66.5兆赫兹的这个CAD的对应的那个频率 那或者说测到62.5兆 根据你的不同的那个配置方式 那产生一些微小的差别 那总之就是不要超过14.3大秒 这个CAD这个指标就可以了 那么经过 就是说时钟配置好之后呢 那么一个重要的方面呢 就是如何去正确的使能它 那么首先呢 就是去做一个热稳定的一个时间 那大概是可以设置为10个微秒 那么热稳定时间设置好之后呢 然后进行ADC模块的整体的一个使能 那使能之后呢 然后就是接着对每一个ADC模块 ADC的那个内核呢 进行一个电源的这个使能 就是电源使能 使能它的电源 然后呢 你可以通过轮循的方式去查询 它那个每个ADC内核的这个模拟电路的 这个ready的状态 当它ready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使能它每一个内核的 这个数字电路 数字电路使能之后呢 那这个时候ADC的内核呢 就可以接受这些触 接受外部的这个触发信号 然后进行转换 那这样的话 这样经过这样的一个 合理的一个顺序的这个使能之后呢 那ADC就可以进行很好的一个运行 产生比较正确的结果 那如果是不按照这个顺序的话 可能会产生一些 那个不是很 就是产生一些不好的结果 那么首先看一下专用内核 ADC内部呢 我们的这个D-Speak 33系列里面 不管是D-Speak 33E 还是C系列里面 它就有一部分是专用内核 专用内核的好处呢 就是说多个专用内核 它可以进行同步的采样 如果进行合适的配置的话 那么从一个触发信号开始 到它转换结束 转换那个转换结束 那么它这个专用内核对应的通道呢 它是可以同时得到这个采样的结果的 那就是方便在一些客观电源的一个处理一些重要的一些采样信号 那么这个专用内核的话 它的一个输入通道 输入信号通道呢 它是固定的 就是你配置好以后 它就不变了 就是接着这个固定通道 那么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呢 就是说 你在触发之前 通过一个 比如说你通过一个P2RM信号去触发之前 它是一直进行采样的 那么触发之后呢 触发一触发 它立即进入这个转换的阶段 最多就有一个TAD的一个延时 就像这里 最多有一个TAD的延时 那么进入转换 进入转换之后呢 就是除了就是这种设置方式之外呢 你还可以设置成这种 就是触发之后 进行delay一部分时间之后 再去进行一个转换 那这是取决于用户的一个需要 这如下这幅图呢 下边这幅图呢 就是这种设置成这种触发之后 然后进行delay一部分用户所定义的时间之后 再进行进入的一个转换的这个阶段 那跟这个ADC的这个专用内核相对应呢 就是这个共享内核 共享内核的这个 一般来说在DespX33C 或者说DespX331EP的里面呢 它有一个共享内核 所以共享内核呢 它的这个接的这个输入通道呢 是可以就是很多的 除了专用内核之外的通道 它都是接到这个共享内核的通道 所以说它是不是唯一的通道 它是可以进行切换 不同的通道进行切换的 那它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经过就是 通过触发之后 就是触发信号来了以后 它开始进行采样 其中一个通道进行采样 采样之后呢 进行转换 它的这个采样的时间呢 是可以用户根据需要去进行设置的 那它的这个采样转换的这个顺序呢 一般来说是取决于它的这个ADC通道的这个自然优先级 那另外的话也可以通过人为的去通过软件去设定 它的这个采样的采样转换的一个顺序 那么右侧呢 这幅图呢 可以大概看出它这个共享内核的这个采样转换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时序呢 就是这边通过这边触发信号来了以后 然后呢进行一个采样时间 采样时间结束之后呢 进入到这个转换的时间这边 然后后面呢就是依次进行其他通道的一个转换 那么ADC采样的话 它的实际上呢 就是说外部信号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一些线路的连接的阻抗 然后对内部的这个对芯片内部 ADC通道芯片内部的一个采样保持电容的一个充电 那进行进行一个信号采样的 那么它这个充电过程充电速度越快 它相当于是在一个采样时间内 一个固定的采样时间内呢 它的这个精度就会越高 那所以说 当你这个内部的这些线路上的这些阻抗 比如说这些连接的阻抗 或者开关的采样保持开关的这个阻抗都确定了以后 那内部的这个采样保持电容呢 的这个容值也确定了以后呢 它的这个充电时间 或者采样时间呢 就取决于这个外部的这个信号源的阻抗 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去减小这个外部信号源的阻抗 去尽可能的去减小它信号源的这个阻抗 去提高它采样的一个精度 那如果是在一些条件下 它无法去满足这个合适的一个信号源阻抗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就是一种方式呢 就是去在输入信号源上去增加这个运放作为buffer去降低它的这个输出阻抗 或者说信号输入阻抗 信号源输入阻抗 那如果是不增加这个运放去做buffer去降低它的阻抗的情况下呢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当你增加这个并联的电容的 在输入阻抗增加这个并联电容的时候呢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 一个大电容 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内部的一个采样保湿电容并联的时候 那它在非常短的时间以内就可以达到平衡 所以说这个电容越大呢 它这个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去得到一个高精度的采样 当然这个并联这个大电容的话 并联这个电容的话也会有一些副作用 比如说降低它的这个采样时间等等 所以说根据后面我们也进行 后面呢我们也会进行进一步的去讨论 这个具体参数的一个设置 那么这边呢就列出来一些这个 这个关键的一些参数 那ADC的话 它这个一些就是规格书里边的一些关键的参数 比如它的这个推荐的信号源的阻抗100欧亩 那这样的话 它可以在这个一个最小采样时间内呢 就是得到比较高的精度的采样 那另外的话 它也列出了这个相应的内部的这个采样保持电容的这个参数 比如说这个共享内核的这个采样保持电容18个P法 那个专用内核的采样保持电容是5个P法 下面来说小一点 5个P法这样的一个值 那么这些值呢可以作为一些参数计算的一个参考 那么前面是ADC内核的一些简要的说明 那么它的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数字比较器 那数字比较器的话 它是可以进行对ADC采样的结果呢 进行一个自动的比较的 采样结果完成以后可以进行自动的比较 那比较的话 我们事先会设定一些比较的门线 这些比较的门线呢 而不是单一的门线 而是说可以设定 比如说一个高的一个低的两个门线 这样的话说 我们就可以比较三个区域 比如说高于这个高的门线 或者低于这个低的门线 或者是在中间这个两个门线之间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满足这个结果 那如果在某一个 如果是设定成某一个触发条件 那么一旦它这个比较的条件 比较的条件满足了以后呢 它就会进入这个数字比较器的这个中段 那么在这个中段里边呢 我们可以去读出来 它那个具体是哪一个通道发生了这个比较 比较事件 那因为一个数字比较器 它可以对应很多个这个 我们用户可以使能多个这个ADC转换的通道 所以说你需要进入这个数字比较器 数字比较器的这个中段以后呢 你需要去读取一下这个是哪一个通道 发生了这个比较事件 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的是 就是我们这个设置的这个门槛值 或者比较值呢 需要去跟那个 跟那个ADC的这个数据格式呢 一定要是对应 那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就是说它需要在同一个事件里面去进行一个比较 或者对话 那这样的话才能得到这个比较才能是比较有意义的 否则的话这个比较的事件就 就会有错误 或者说没有意义 那这个是数字比较器 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过采样滤波器 那过采样滤波器的话就是 就是通过增加采样次数 然后去增加它的这个采样的这个分辨率 你默认我们是 默认的话我们那个分辨率是12位的ADC 那么它通过过采样的话 比如说通过四倍的过采样去增加一位的分辨率 变成13位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是通过就是牺牲它的这个ADC的吞吐率 提高它的这个分辨率 为什么 因为它本来是每次采样都可以进行转换 但是那实际上它经过在这个过采样的时候呢 就并不是每次采样进行转换 所以说它就在一定的时间内 它就转换的次数就会降低了 所以说它的这个吞吐率呢 总的吞吐率呢也会降低 但是它这样的话可以提高它这个信号采样的精度 或者说可以进行一定的滤波 那这边右侧的话我列出了一个实测的实例 那就是说过采样的这个结果发生以后呢 就进入了这个过采样滤波器的这个中段 那么你就可以去读取它这个过采样的结果 那么前面呢介绍了这个ADC的一些典型的一些特性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在使用过程中呢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可以去探讨一下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ADC呢相当于是人的眼睛一样 对ADC区对信号采样的实际上就相当于人的眼睛对外部世界取样一样 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而不是不是那个它是一个离散的采样 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那么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个信号采样的这个这个原理里面有一个相同采样定理 就是当你的采样的这个频率确定以后 它对应的一个二分之一的采样频率 那就是它那个耐克斯特频率 那么我们一般的要求就是信号的频率呢都是低于这个耐克斯特频率的一些信号 那否则的话你一个低频的信号去采样一个高频的信号 比如说它的开源频率是500K那么250K是它的耐克斯频率 那如果你以125K去采样一个高频的比如说500K的信号 那么这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大的畸变 而无法真实的还原原始信号的这个真实值 那就像这幅图显示的一样就会产生了 就是采样之后结果呢跟原始的信号相比就产生了很大的畸变 那所以说这就是没有满足这个相中采样频率 那么这个没有满足相中采样频率 它在进行这个用低频信号采样一个高频信号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一个人为引入一个低频的一个分量 那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那么这边呢有同事呢录过一个小的视频啊 这个视频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大家可以在这借鉴一下 就是说可以看这个右侧的这个小视频 那当你这个顺时针去转这个这个分叶的时候呢 你的眼睛看到它有可能是当它转的速度快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是这个逆时针转的 但是逻辑上讲它一定是在顺时针转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它这个产生了这个 就是眼睛取样的这个限制 导致的它这个满接效应 那实际上呢就是采样 实际上呢就是当你一个采样频率确定以后 比如说100100赫兹啊 就采样频率确定以后100赫兹 那么它二分之一的采样频率就是50赫兹 那么当你输入一个信号的频率 高于这个耐克斯的采样频率50赫兹 比如说70赫兹 那么它一定会在 一定会在系统中引入一个更低频的一个信号 一定会在系统中引入一个更低频的一个信号 而这个信号呢 是由于混接效应造成的 而不是真实的一个信号 像这个更高频的信号也是一样 那160赫兹它一定会引入一个对应的一个低频的信号 510赫兹也是相同的原理 引入这些低频的信号以后呢 因为它不是真实的 而是由于这个混跌效应造成的 那所以说系统它是M2 它是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处理的 所以说你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它永远有一个 永远有一个什么样也消不掉的一个震荡 在存在那个电路的控制环路里边 那所以说解决这个 这种混跌效应的这种方式呢 一般有以下的一些措施呢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增加这个抗孔的滤波器 就是在信号进入这个ADC的之前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抗孔的滤波 那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呢 就是加增加一个RC滤波器 在那个输入短口 那么通过这个抗孔的滤波器呢 把那个高于Nekos频率以上的一些信号呢 全部滤除掉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在ADC转换的过程中呢 引入这个低频的信号 那么后面呢 我们也会就会去具体的探讨 如何去设定设置这个 设计这个抗孔的滤波器 那么对于这个ADC采样的话 那么专用内核的话 还好因为它固定采样 固定采样一个通道 那么在没有触发之前 它一直进行进行采样 触发之后进行立即转换 就是它的圆的阻抗呢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 那么但是对于共享内核来说 因为它涉及到不同的通道之间的一个切换 那有的通道 它的就采样电压高一点 有的通道采样电压低一点 那么这时候呢 从一个采样电压低的一个通道 切换到一个采样电压高的一个通道的时候呢 那容易发生这个Cross Talk这种效应 那也就是说 它采样完一个低的电压的通道以后 切换到一个采样一个高电压通道的时候呢 它要把内部的采样保持电容呢 冲到一个比较高的值 那假定我们没有这个外部的这个电容 增加端口这个电容 没有增加这个电容的时候呢 它在进行那个内部的采样保持电容充电的时候 或者采样的时候呢 它通过这个线路上的阻抗 去给它充电 这时候呢 必然会导致这个线路上的阻抗产生一定的压降 或者是说 它在一定的时间内 它会充电比较慢 那充电的慢的话 换句话说 它的精度就会比较差 那如何去提高它的精度呢 就是我们增加一个这样的一个 输入滤膊电容 抗产电容 那么增加这个电容之后呢 那么相当于是它的这个信号源呢 它就是它的能量呢 会不光是在这个线路上去拉它这个能量 那么而是通过这个电容去补充它这个充电的那个能量 那这样的话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得到比较高精度的一个信号的采样 那么它的这个采样的时间长数呢 实际上是越小 它这个充电速度越快 所以说我们要确定它这个电容的大小呢 一般来说我们会 我一般来说我们会有一个推荐的值 大概是30到100倍的一个这个内部的这个采样保湿电容的这样一个值 那我们根据不同的应用的需求呢 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当你确定了这个外部的这个采样保湿 当你确定了这个外部的这个加的这个绿布电容之后呢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串联的电阻 串联的电阻是如何去确定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我们采样频率确定以后 它的耐绘色频率就确定了 比如说我们采样频率是就是开关频率 每个周期都去进行采样采样频率就是开关频率 比如说是250K 每个周期进行采样 那么它的耐绘色频率呢就是125K 那么我们希望呢 就是在把耐绘色频率之上的一些信号呢 全部都滤除掉 因为这些信号呢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没有办法MCO是没办法处理的 那么我们希望在耐绘色频率的地方 不光是滤除掉 而且有一定的衰减 假定我们在耐绘色频率处有20dB的一个衰减 那么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 在二在十分之一的耐绘色频率处 那我们就确定这个转折点呢 就是这个转折频率 RC滤波的这个转折频率呢 就放在这个十分之一的这个耐绘色频率处 比如说12.5K 那这样的话说 根据刚刚确定的这个电容的值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通过转折频率呢 就可以确定出这个电阻的这个值 那这样的话说这个抗氧磁滤波器呢 这个RC的值呢就可以确定下来 那么确定完这两个值之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些开放电源的应用里边 尤其是一些高压输出的这种这种应用里边呢 它的这个输出采样的分压电阻呢 一般都是通过输出电阻分压采样 这个信号输出电压的 那么分压电阻呢 如果是输出电压非常高的情况下 那么上面这个输出电阻分压电阻呢 想必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这个时候呢 当它通过这个路径 向这个采样保持电容充电的时候呢 它会比较非常慢 那这边这个电容呢 是不断地向这个内部的采样保持电容 去进行补充能量 而在同一个开放周期内 同样一个采样周期内 而这边的这个能量 不断地被去补充到这个采样保持电容中 而这边的能量又没有办法得到补充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上面这个电阻这个对它充电的这个速度非常慢 因为这个电阻非常大 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对它进行能量补充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电压会越来越低 所以说你可想而知 你的这个采样值呢 也不会那么的准确 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们会去考虑这个因素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会增加一个这个分压电阻对地的一个电容 那去改变这个就是这个大的这个分压电阻 充电速度慢的这样的一个劣势 那通过这个分压电阻的通过这个分压 通过这个电容上的这个能量呢 去对这个外部的这个绿物电容的能量进行一个补充 那所以说这样的话说可以得到比较高的这个精度的采样 那么除了刚刚这三个参数之外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这个分压电阻 采样分压电阻接地的这个问题 那一般来说我们设计这个 尤其是大功率的一些电源的话 它的这个控制板 那就是包含MCO或者Diskic的这个控制板呢 和这个功率板它是分开的 那一般来说采用一个小的控制板插在一个功率板上 那么这个功率板的这个这个分压电阻呢 分压电阻呢 它的这个落地点一般来说是放在哪里呢 一般我们是推荐放在这个控制板上的 也就是说更接近MCO的这个这个部分 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假定我们没有把它这个这个分压电阻的这个接地点放到控制板上 那么它还是连接在这个功率板上的话 那么大的这个这个噪声呢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这个功率板的这个D呢 和这个控制板的D之间的一个回路呢 会偶合进去 这个造成偶合进去 那么会所以说会影响到这个ADC的这个采样的一个精度 所以说一般我们会把它推荐 就是这个功率板的这个分压电阻的这个接地点呢 放在这个通过一个比如说零欧姆的跨界线 跨界线呢 然后把它这个接地点放到这个控制板上 这样的话说就避免它这个造成的这个呕合的路径 那值得注意的一点呢 是就是说要提醒客户就是说在上电的情况下 不要去操作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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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板 比如说说那个在家电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把功率板千万不要把这个控制板拔起来 一旦拔起的话 那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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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节点 那它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高压的一个信号 就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 那所以说一般的客户专业的客户是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说也要提醒客户就是说在操作的时候要断电操作 那么除了这个地线接地的问题之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典型的问题的就是那个Latch Up效应 就是对这种CMOS电路的来说呢 它有一个通用的问题呢 就是说当输入的这个信号 输入的信号呢 超过VDD 超过它这个芯片供电的这个电压VDD的时候 或者说低于这个VSS 就是低于这个D电压的时候 它内部就会产生一个低阻抗的通路 就是从VDD到D的这个低阻抗的通路 这个低阻抗的通路呢 就会非常就是会拉一个非常大的电流 这个电流的话 你会体现在这个外部供电的这个芯片上 比如说LDO上 把LDO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消耗非常非常大的功率 变得非常热 甚至于以至于把这个外部的LDO烧毁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要解除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必须得通过重新去进行上电 去重新复备它这个芯片 那所以说我们要避免这种Lenshub现象的发生呢 我们一般会去在ADC的输入端呢 增加这个前卫二极管 增加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前卫二极管 对VDD和这个VSS 各增加一个前卫二极管 那么在设计过程中呢 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前卫二极管的一个选型 那一般来说要选择 因为在很多大功率的应用中呢 它的这个温度运行温度比较高 那么你需要注意一下 它在高温下是不是有比较小的漏电流 那像一些肖特级二极管的话 在高温下的漏电流是比较大的 那会影响到它这个系统的效率 那和它的一些可靠性 那这个要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前面呢就是 我们就把这个ADC相关的一些典型的设计 要点介绍了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 到这个过渡到这个这个闭环的这个控制设计里面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闭环控制里面 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首先呢我们要通过这个 以这边以这个Buck电路的这个 基本的开放电源变换器为例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通过这个功率 功率级的部分 的这个传逆函数呢 我们要得到它这个 线性插幅方程就是我们这个补偿器的 我们要设计的这个补偿器的这个线性插幅方程的ABC数 那这个呢后面我们会 后面我们会通过更详细的介绍 然后告诉大家如何得到这个线性插幅方程的ABC数 那么得到这个 对应补偿器的这个线性插幅方程的ABC数之后呢 那我们会在ADC的中断中 一般来说在ADC的中断中去调用这个补偿器 汇边源做的这个补偿器 实现那个闭环控制 那调用这个ADC的中断中调用这个补偿器的时候呢 我们会动态的去更新这个我们的控制量 比如说三空笔或者周期等等 动态的去在每个周期去更新它这个数据进程器 那么主要的一些设计工具呢 包含如下的一些部分 那么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工具呢 就是DCDT DCDT呢就是我们通过功率级的这个传递函数 我们去设计出相应的补偿器的这个传递函数 从而把它这个对应的这个线移插封方程的系数得到 那当然这个工作 那个目前除了这个DCDT这个工具之外呢 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工具 比如说DTLD 后面的话也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的话就是MCC MCC的话前面也有同时介绍过 就是说可以通过它去产生一些基本的底层的驱动 比如说前面我们介绍的PWM的部分和这个ADC的这个部分 都可以通过MCC去产生它这个比较可靠的代码 那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补偿器 补偿器的话我们是提供了一个这个补偿器的酷 用汇辩语言写的这个补偿器的酷 那么在ADC的中段里面 一般来说在ADC的中段里面 我们会去调用它这个补偿器的酷 那么当然了 把前提的话就是把它这个DCDT得到的这个补偿器的这些物理的技术 那首先要初始化给这个补偿器的一些量 所以说有了这些工具呢 相对来说去开发的话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这个呢我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 它这个通过这个KP法来测试这个环路 这个环路的这个功率级的这个环路的币环特性 那因为在数字控制的这个环路里面呢 它不太像模拟控制一样 那么容易的去测试它的这个 就是功率级的这个传递函数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 去得到它这个功率级的这个传递函数 怎么去得到呢 因为我们再分析一下 就是在这个数字化的控制里面呢 它其实是引入了一些这个增议 那首先第一部分增议呢 就是这个输出电压到这个分压反汇信号之间 引入的这个增议 就是这个分压电阻引入的这个增议 从分压电阻一直到 这里还是一个模拟的量 这个模拟量转化成一个ADC 对应一个数字量的时候呢 这个ADC的转换的部分呢 也引入了一个增议 你比如说3.3V 对应的对我们12位的ADC就是4095 这样的一个3.3V到4095这样的一个增议就出现了 那这个输出的分压电阻导致的这个增议非常容易计算 就是这个下面的电阻比上上面电阻加上下面的电阻 那么这边是补偿器 我们再次放到这里 然后补偿器计算出来的这个数字量呢 然后去更新这个PWM的这个战风比 相当于是更新它这个战风比 这个数字量去更新这个战风比的时候 它也引入了一个增议 你比如说我们这边举例来说 我们在高均度的模式下 250个平秒的高均度的模式下 我们设定250K的台湾频率 那么对应的周期值呢就是16000 那么16000我们就对应一个 这个战风就是它的周期值嘛 就对应战风比100% 战风比100%就是1嘛 所以说它这个从16000 比如说这边计算出来是战风比100% 16000那对应的这个战风比是1 那么这边引入一个增议就是1比上这个16000 所以说背景下就是在除了供给部分的这个增议之外 那么这个这个由于数字化过程 导致的引入的这三部分增议 这部分加这部分加这部分 这三部分增议呢 乘起来 你就会得到一个总的增议 数字化引入的一个整的增议 那如果把这个总的增议取一个倒数 然后放在这个补偿器这边呢 这样的话是就把这个数字化造成的这个增议 全部抵消掉了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去用小 用那个 波特图的分析仪去测试它整个环路的 这个小型号的这个 波特图的话 你得到的这整个闭环的传递函数 实际上就是这个功率级的这个功率级的这个增议的传递 因为其他的数字化以后造成的这个增议部分都被你这个KP抵消掉了 那这边呢我们列了一些计算条件 那么根据这些计算条件呢 我们可以计算到 它的这个KP呢是100 增议是100 那么在后面呢 我们也会可以看到在DCDT的工具里面 会看到它自动计算出来的一个值 也是100 那这个呢 跟我们手中计算出来的值是一样的 有兴趣可以自己计算一下这三部分的增议 那这个是 一个实际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图形 一个测试的一个setup 那么我们我在这边 用这个我们的这个开发版 这个一个耗气板以及这个功率 这个Bug电路的功率板 然后为例 这样去测试整个这个环路的这个波特图 在那个设定这个KP的条件下 设定这个KP是抵消了这个所有的数字化的这个增议之外的这个条件下 我们得到这个功率级的传击函数 那么除了这种测试 这个整个KP法测试这个环路的这个增议 得到这个功率级的传击函数之外呢 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得到这个这个传递函数 比如说你在没有这种仪器的这种测试仪器的情况下 你可以通过仿真 比如说MPLiveMindy去仿真这个 这个这个 闭环的这个 传递函数 你可以得到它那个 在防征电路里面得到它这个功率级的这个传递函数 那个得到一个功率级的传递函数 你可以把它导 导成一些数据 数据 Excel的数据 Excel数据的话 你可以引入我们那个PCD的工具 那另外的话 当你没有仿真的条件的时候 你还可以采用分析计算的方式 那么我们 接下来就会以这个分析计算的方式为例 来说明一下 这个具体怎么样得到这个ABC数 线性插缝方式的ABC数 那因为其他这两种方式呢 是比较简单 因为它是跟你说采用的这个开放电源的拓谱 实际上是没什么关系的 你不管用什么拓谱 你实际上去直接测 测就可以 通过KP法就可以测出 它相应的这个功率级的传递函数 不管是正级也好 反级也好 还是全桥也好 半桥也好 那么仿真 那么它也是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通过仿真的话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拓谱 你不需要知道它具体的这个功率级的这个特性 但是分析计算的方式的话 你就需要对它功率级的特性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就以这个分析计算的方式 那在这个DCDT里面去看一下 如何得到它的这个功率级的传递函数 以及对应的最终得到它这个线性长分方程 补偿器的线性长分方程的ABC数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它这个 这边以这个DCDTBug电路为例 来说明一下 那么我们知道它这个 在电压模式控制的时候 它是一个二阶LC的环节 所以说首先它对应的两个极点 就是IRC的这个双极点 我们输入在这边 这是这个功率级的这个传递函数这边的一些参数 那另外的话就是输出 如果它是电解电容的话 它有对应一个比较大的这个ESR 就是ESR的零点 我们放在这个零点的这个地方 因为这些零点ESR的零点 包括这个IRC的双极点 这些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 它的电感电容啊 或者说电容的这个输出电容的这个具体的规格书啊等等 可以得到它这些参数 所以说可以计算出来 它相应的这个双极点和这个ESR零点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直流增益 直流增益的话 它不会自动给你产生 所以说需要你手动去调解这个直流增益 那么去在右侧的这个图形里边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一直把它这个直流增益调整到 这个在低频的这个增益呢 满足我们计算的这个直流增益 大概是在接近20个DB左右的一个直流增益 因为在电压模式控制下 这个直流增益实际上是跟这个输入电压相关的 那么在前面的一个篇幅中呢 我们也去分析过它 如何去计算它的这个直流增益 那我们这边就不会再做更多的这个细节的介绍 那么这样的话说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DC-DT的这个里边 可以看到它这个功率级的这个传递函数 大概长这个样子分析相位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去潜入它相应的一些补偿器的环节 或者说一些反馈的一些环节的一些参数 那么首先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分压反馈的一个环节 那么它的这个分压电阻 上面的分压电阻 包括下面的分压电阻 这些参数我们是可以去 根据实际的需要去设定的 比如说这边我设计 根据我的这个demo板上的一个具体的值 我设定6.8K 下面是1K 那么它的这个网络呢 分压反馈网络呢 它的这个时间长数呢 实际上是取决于这个电容和这两个电阻 并联以后的一个 一个一个值 它这个时间长数取决于这个 那么这个电容呢 实际上就是以起到一个高频滤波的作用 那也就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抗孔敌滤波器的一个电容 那么这边我调整到4.7NF 那么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右侧可以看到 它相应的这个反馈的环节 这一个波特图 那么RD滤波呢 可以去做一些高频造成的这个滤波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说可以把耐葵色频率 以上的一些这个分量呢 全部都滤除掉 这样的话就避免这个混击效应的发生 这个零点 零点的话就是它产生在系统里面 它会产生一个这个相位的增加 一个零点的话 它产生一个90度的一个相位的增加 那一个极点的话 产生一个相位的这个降低 一个极点会产生一个90度的相位的降低 那么增益的话 就是增益 增益的话也是 就是说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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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点它会导致它增益的上升 那极点会导致它增益的衰减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直接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这个 这个长期的这个设计里面 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零极点的 对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个 功率级 功率级传就是原始的这个功率级的这个 这个是红色的这个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 就是原始的功率级的这个零极点 这个RC双极点 这边是有一个高频的这个ESR的零点 它是使得它这个 相位提升90度 那么这边呢是这个双极点呢 使它那个向位 因为它是双极点两个极点 所以说使它向位降低 一百二十度 那么到这边的话又有一个ESR的零点 所以说它这个向位又提升 提升90度 又变成了这个 二十几米的穿越 那么如果是 在这个 双极点的话 这边是有两个极点 所以说它是 产生在这个曲线上产生这个 四十db的一个穿越 那么由于零点的产生 所以说又变成一个二十db的穿越 在低频上 低频下它是一个原始的这个波特层 在低频下它是一个直流的这个分量 那么对它这个系统进行补偿的话 那么就是用我们这个最典型的这个零极点 最小法 就是让它我们把那个相应的这个 我们不希望要的这些零极点呢 我们用我们补偿器里边的零极点去 把它抵消掉 那比如说我们用两个零点 去把这两个极点去抵消掉 那么用一个极点去把这个ESR零点去抵消掉 那么抵消掉这三个部分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增加一些 我们需要的一些零极点 比如说低频下 我们为了提高它的这个静态的 就是减少它静态的误差 产生一个积分的环节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低频下增加一个这个极点 这个极点呢叫做主极点 那么在高频下的话 尤其是在Netquest频率之上 那我们需要增加一个极点 这个极点的话去滤波 去把一些高频的信号 超过Netquest频率之上的一些信号滤除掉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抵消了那个相应的一些不希望的一些零极点 增加了我们相应的一些需要的零极点 那么产生我们理想的这个波特图 就是这样的一个绿色的这个波特图 这个波特图呢就代表就是说在20dB的这个穿越频率去穿越它这个 20dB的这个斜率去穿越它这个0dB线 然后在高频下又有那个40dB的衰减 那这个我们理想的这个波特图和这个原始的波特图之间的这个差异 就是我们这个增加了这个补偿器的部分 这是在那个模拟的这个模拟的这个环路里面的一个一个一个大约的解释 那么实际上在经过数字化以后 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 就是先要把这个模拟的补偿器设计出来 然后把它进行数字化 接下来这个呢就是说通过这个DCBT这个工具呢 就是去设计这个补偿器 这个补偿器的话 我们这边还是以这个电压模式的这个控制为例 实际上就是一个30.3级点的一个一个补偿数字的补偿器 那么这个具体设计的补偿器呢 实际上就是刚刚也根据刚刚的这个解释呢 就是说我们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这个0级点对销法 去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 这个第一个这个0点呢 那是我们刚刚需要增加的这个主机点 就是贯穿整个这个环路的一个主机点 那这是我们增加的 那么这边这个是6.2028K这个这个 几点呢 是为了抵消这个ESR0点 ESR0点刚刚就是刚刚我们输入进来的这个 这个ESR0点的这个频率 转入频率 那么第三个这个是高频机点就是我们放在这个Netflix的频率 125K赫兹下面去衰减这个高频的这些分量 避免它通过混跌 混跌效应 引入这个一些低频分量给到这个MCU 现在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低频的震荡 那么这个0点的话就是这两个0点就是为了抵消这个功力级的这个双LC的几点 这个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去灵活的去调整它这个这两个0点的位置 那你可以比如说把第一个0点的位置调整稍微向前去调整一下 可以适当的去把它这个相位往高的去调整一下 这个是取决于用户的一个优化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这个实际的这个PWM 就是相关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参数的一个设置 比如说这边是PWM频率 250K赫兹 这个PWM的这个采样技术呢 意思就是说每个开关周期我都进行一次采样 所以说它的采样频率就是采样频率就是250K赫兹 分辨率的话在第3个33c上还是250匹秒 这边我也输入进来 那个计算延时大概有稍微留了一点预量 官方的这个这个参数我们总结出来的参数大概是570个纳米 我这边前700纳米 稍微留点预量 Gate Driver就是Mothset Driver这边一定会引入一点延时的 就是它这个Mothset Driver输入和输出之间会有一点 100多纳米的延时 取决于具体的这个具体的器件的规格书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么输出的这个线幅啊 输出的这个输出的这个最小值和最大值 也可以进行一定的限制 那你可以通过限制它最小值 就可以限制它的这个最小输出的这个占风比 最大值的话 可以避免它这个计算出来 补偿器计算出来的这个值超过超过周期 或者说打到这个最大占风 打到那个百分之百占风比 你可以进行一定的限制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设置 在高精度模式下 我们的周期是一万六 对应的二百五十K赫兹 那么我们这边设置到一百一万五 那么去把它的这个占风比设置到百分之九十多一些 那么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就是经过这个补偿器的这些参数的这个填入以后呢 补偿器的参数填入以后 包括这些相关的一些 PWM ADC的参数填入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右侧的这个图里边 这个数字化 这个蓝色的是数字化的这个补偿器的这个波特图 这个红色的是模拟的 对应的模拟的这个补偿器的波特图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125K赫兹这个耐快色频率之下 这个数字补偿器和模拟补偿器基本上是性能是重合的 所以说也印证了我们这个这种双线性变换的这种合理性 这个这个设置的这个数字补偿器之后 那么进行接下来进行一些这个规一化的处理 那么在这个工具上的话就是点一下这个normalization 就是这个规一化的处理 规一化的处理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实施这个 就是这个数字化的这个一个数字化 再来的一个一个一个直流增益 那就是刚刚我们分析的那三部分增益 那我们又把这部分增益考虑进去 那规一化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系数呢 变成一个-1到1之间的一个一个一个数字 那么方便我们用Q15的格式去去去去表示 我们中间呢 因为我们要用Q15的这种格式去表示 它这个系数 所以说我们为了更好地利用它这个Q15的这个自长呢 我们会做一些缩放的处理 那在这个工具里面它会自动帮你完成 那这边的话它自动可以产生 告诉你我进行了这个7位的这个1位的操作 我进行了这个比如说先进行了右1的7位 去把这个数据变到这个复入到1之间 那么当然它在最终它会再进行左17位 去返回到原来的值 这边有一个反缩放的系数 这个系数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大程度的去利用它这个Q15的自长 让它把那个最大的那个数字呢 变到这个Q15最大的可以表示的那个值0.9999接近1的一个值 那么这边的话它会自动计算出这个KOC的这个增益 也就是说进行刚刚分析的那个在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那个三部分的这个增益 输出分压反馈的增益 以及ADC的这个增益 以及这个PWM部分的增益 这三部分增益乘起来 取一个倒数就是100 它这边也会把你计算出来 跟我们刚刚手动计算出来的值是一致的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验证一下 完事之后呢 它实际上就可以点一下那个产生代码 它就可以产生那个 这个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三P三类的这个线性差分方程的这个系数 这个系数它已经用Q15的格式去表示的话 这个就是这个石油镜子的这个数据 可以通过这个工具去产生 产生之后呢 然后你可以把它这组数据呢 放到这个一个投文件里面 放到一个投文件里面 然后在补偿器的调用的时候呢 把它初始化给这个补偿器相关的系数 那这个呢是我自己实测的这个一个波形图 就是在这个基于我们前面的一个设置的这个基础上 在一个实际的这个测试的这个这个波形 这个蓝色呢 那个是输出的电压 是符合我们这个基准设定的值 然后这个紫色的和黄色呢 分别是这个Buck电路 这个上管和下管的这个驱动波形 可以参考一下 具体的这个调用过程呢 我简单说一下 但是这个不会详细的展开说 那么你大概需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是在使用我们这个开放电源库的时候 需要增加一些投文件 那比如说这个smps-control.h这个投文件 那和这个我们这个3p3z的这个dcdt的这个投文件里面 就是包含我们一些这个刚刚产生的一些系数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你可以去通过库的调用的方式 去进行这个补偿系的这个执行 那同时呢 也可以把这个库的文件 因为是开源的 所以说可以把这个库的文件 具体的库的文件 代码可以放到这个项目的工程下面 作为一个子文件 比如说这边 我们需要调用的这个 在电压模式下调用的这个3p3类的这个 汇编库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文件放到这个 我们的原文件下 那么这个初始化这个特殊功能集成器这边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这个特殊 初始化特殊功能集成器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文件放到这个项目工程文件下 那这部分呢主要是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 W0到W15的这个特殊功能集成器 进行一个初始化 这个是实测的那个环路的波特图 经过优化的以后 这个环路的波特图 可以从这个上面读出来 相应的这个增益余量和项目余量 当然还可以进一步的进行优化 大概53度和10个dB这样的一个值 那么刚刚就是通过一定的篇幅 然后我们探讨了一下这个 环路补偿器AB系数的得到 以及这个环路的调用的过程 那么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如何去减小它这个项目的延时 因为数字化以后呢 它实际上就是变成一个离散的采样 离散的采样的话 它是随着它这个采样频率的变化 那么它一定是有一定的延时的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说它的每个开关周期都进行一次采样 就是开关频率就是采样频率 那么在下一次采样之前 下一个周期采样之前 那么它的这个采样值呢 一直都保持上一个周期采样的值 所以说理论上它会产生一个 采样周期的这个延时 这个延时的话 就会在直接在这个相位 以环路的这个相位预量上 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一些软件 或者硬件的措施呢 去尽可能减小它这个相位的损失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我们也会讲 也也讲到了就是说 开关电源的设计里面 非常重要的两个指标 一个是效率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动态响应 那么它的一个效率损失 就直接跟它的这个动态响应 是息息相关的 这边的话我看以这个我们以一个Disk 33EP和Disk 33CH这两个芯片的这个ADC计算延迟 ADC采样转换以计算延迟为例来说明 那么Disk 33EP呢是我们上一代的这个数字控制芯片 那么Disk 33C系列这边以CH为例 双核的这个CH为例 CK是它相应的单核的产品 来说明一下 就是上一代的产品 我们这个ADC的转换 采样转换延时大概是300纳秒 那么这边是采用了就是找中断的这个措施之后呢 然后还有一定的这个 还有一定的延时在这边 有43纳秒的延时 那么经过ADC的采样转换之后 进入到ADC的中断 那么我们进去去在ADC中断中去执行这个补偿环路的计算 那么这个部分的计算大概是500多纳秒 543纳秒 总的这个从触发ADC到产生PWM的更新的这个总的时间 大概是不到一个一个微秒 大概890个纳秒左右 那么在ADC系列上 它的这个时间呢 有了比较大的改善 那么可以去设计更高的开关频率的这些电源 那么主要有哪些改善呢 首先它那个主频从70兆变到了100兆 所以说它的这个对环路补偿器的这个计算呢 是速度会更快 而且我们这个补偿器的这个汇变库 也进行了一定的优化 那么另一个方面 就是在这个早中断上 有一定的一个性能上有一定的优化 那么在EP和CH上 其实都用都实施了这个早中断的措施 也就是说 在ADC进行转换的过程中 就提前向CPU申请中断 而转换结束之后 立即进入这个ADC的中断 而不需要再去通过十几个周期的这个等待 去向CPU申请 再去进行中断 那在EP上 因为它这个性能没有优化的那么好 所以说它在ADC的转换结束之后 那还有大概40多个纳秒的一个延时 才能进入到ADC的中断 那么这部分得到优化以后 在BCPX3C上可以做到 就是说在ADC的转换结束之后 立即进入到这个补偿环路的计算 进入到ADC的中断去进行补偿环路的计算 所以说这部分时间也省了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上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讲一下 就是说尽可能的去满足规格的前提下去 提高它ADC的这个时钟 时钟频率 当然是满足它那个 我们前面说的这个14.3纳秒 这样的一个基本规格的限制 否则的话你就会超频设置 超频设置的话 像在一个客户那个应用里边 超频设置以后 可能会进入一些Trump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把它设置到低于70兆 然后像在BCPX3C上面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会设置到62.5兆 或者是66.5兆这样的一个值 那么这边给出大家一个 就是我这边实测的一个ADC采样 找中断措施的一个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左边这幅波形 就是 没有实施这个ADC 早中断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波形 这个黄色的是PWM波形 然后在这个临时刻开始去触发ADC的中断 通过PWM触发ADC的中断 那么这个蓝色的是进入的ADC 中断之后的一个翻转标志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在没有采用 早中断措施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彩阳延时 彩阳转换延时是390个纳秒 基于我现在这个设置 然后又测试在同样的情况下采用了提前早中断的一个措施 提前了最大的这个时间是8个TAD 那么可以看到它这个彩阳延时是变到了290个纳秒 这个当然中间有一定的测试误差 大概有100个纳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的减小 所以说这个的话会对它的一个向位的损失得到一定的改 使它的向位损失得到一定的改善减小 那么值得一提的话就是这个中断ADC中断采样延时 跟它这个ADC的组屏以及这个跟这个系统设置的组屏 以及它这个ADC的这个时钟设置有一定的关系 那你比如说你设置到62.5兆的时钟和和这个66.5兆的时钟下 它的这个在66.5兆的时钟下它会稍微更快一点点 这个要可以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讨论这个ADC的触发位置 去对向位损失的这个改善 那一般来说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PWM占风比50%的这个导致时间内去 50%导致时间内去做一个触发 那么触发ADC触发 触发之后呢经过ADC的采样 ADC的如果是专用的话就ADC的转换时间 然后结束之后进入ADC的中断 那执行这个控制环路 那么在控制环之前 那我们进行这个数据讯讯器 比如说占空比的这个回血 除了这个控制环的之外 除了控制环之后呢 就等待到下一个周期的这个初始的时候 然后去进行那个占空比的更新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最差的一个情况下 比如说占空比非常非常小的情况下 在占空比50%的时候去进行 采样 那么到下一个周期去进行更新 在这种最差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 你引入一个采样周期 或者说开关周期的这个向位延时 那这一个开关周期的一个延时呢 大概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向位 预量的一个损失 这个具体的值呢 是取决于这个公式 就是它会跟这个采样频率 以及你这个控制环路的带宽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大家思想一下 就是当你的采样频率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无限无限大的时候 接近于模拟的采样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呢 你的这个向位延时就变成零了 所以说就变成模拟的这种控制了 那么当你的这个带宽非常非常低的时候 一个相对于这个采样频率 非常非常低的时候 那它你的这个 由于这个采样 ATC采样延时造成的这个向位损失 也会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主要是取决于这两个量 那么还有一种另外一种 我们考虑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不在那个战空比 导通的时间内去采样 而是我们选择在战空比关端的 就是那个Duty在off的时候 这个时间内去采样 这样的话说比如说我们举例子来说 就是在50%的战空Dutyoff的时间的时候 去进行ATC的触发采样 经过转换完之后 进入ATC的中段 去进行一个控制环的执行 然后在这个出中段之前 进行战空比的回显 出中段之后 立即进行这个对战空比的更新 那这个时候呢 它造成的这个采样转换的延时呢 实际上就比刚刚那个 在战空比50%的时候 造成的那个采样转换延时 会降低一万 那变成就是180度 乘以刚刚这个 这个采样的这个 这个控制环的带宽 比以上那个采样频率 这样的一个值 这样的话就可以非常容易的 就是说不会进行任何硬件 改动的情况下 去改善它的这个相位预量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措施 那么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呢 实际上也不一定说是 就是在战空比50%的时候去 或者说在UTOF50%的时候去采样 那这个的话最主要的可能是在一些 平均变现模式控制的时候 在一些模式中 去做的一些典型的做法 如果是不是这种模式的话 你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适当的控制 它这个采样点向前移 比如说在它这个 出控制环之后 回写 战空比 出控制环之后 还能在这个保持在这个 战空比关段的时间之内 而同样的去在 下一个周期开始的时候 去更新 这样的话 你可以有一些好处 就是说避免了这个脉冲 就避免了这种产生不完整的 这种开关周期的脉冲 这边是一个实际计算的一个结果 就是在一定的这个条件下 比如说我们250K开关频率 我们控制环设置到15.5K的时候 每个开关周期都进行采样和转换 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 战空比50%的范围内去采样的话 那么它会有22度 这样的一个向位的损失 而通过软件的方式 把它那个采样点 从50%导通时间 变到50%关段时间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的这个 向位损失就变到11度 那我们实际的 计算的话会产生 这个将近10度左右的 这个向位的提升 那么我们这个在实际的这个demo板上测试呢 也是得到了相应的 这个可以验证 相应的印证的一个结果 在这个电安模式的 这种控制模式下 它的这个最差的情况 那就是这个输入电安最高的时候 那20伏 我们在这个demo的规格范围内 20伏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向位预量呢 从40度 实测的向位预量 从40度变到50度 它这个向位曲线 有了很大的提升 就是从40度变到50度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向位预量就变 比原来增加了10度左右 那么相应的增域预量 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所以说这就是通过一种软件的方式 然后去改变它的触发的 ADC触发的位置 去提升它的向位预量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 去避免这个数字控制 带来的向位延时 带来的不好的地方 那么前面呢 我们把这个开关电源 数字化控制的一个 两个非常重要的外设 花了一些篇幅 PWM的一些设计要点 和ADC的设计要点 做了一些介绍 当然呢 也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目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把这个课题呢 过渡到这个功率器件方面的一些探讨 因为一个开关电源里面 除了这个控制部分呢 就是功率部分 那功率部分的话 我们重点看一下 这个在一些目前的一些市场中 有限出的一些新的应用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机会 那么这些新的应用呢 比如说5G的这种储能啊 比如说OBC啊 或者说那个充电桩啊 等等这些新型的应用 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说 更大的去扩展了我们这个 宽禁在器件的这些应用场合 那我们这所谓的宽禁的器件 主要是指这个碳化硅MOSFET 和这个碳化硅二极管 那么这边呢 我列了一下这个相关的 这个硅的这个原器件的特性 以及这个碳化硅啊 以及淡化钾 生化钾等等这些 新型器件的一些特性 那么重点比较一下 这个传统的这个硅的器件 和这个碳化硅的这种特性 那从这个一些典型的特性来看 比如说能量系带啊 和这个机穿厂墙啊 热导率啊 或者饱和飘移速度的 这些指标的对比来看 这个碳化硅是非常优 优于这个硅的器件的 那比如说它这个饱和飘移速度 是这个硅的接近三倍 所以说这个可以让它会更容易去做一些高频的运行 热导率呢也是超过这个硅的三倍 那也所以说呢 也是更方便的去提高这个器件的散热 可以做更就是更适合在一些高温下去做运行 那么机穿厂墙也是大概是硅的一个十倍 所以说可以让它还会更容易去做一些高耐压的一些器件 而这些器件呢 这些耐压的等级呢 在硅器件上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基于这些目前涌现出来的一些新型的应用 比如说5G和数据通信 那个电动汽车高铁充电就是一些快充啊等等 充电装快充啊等等 那所以说相比较之前呢 它对这个宽进的器件的这个需求呢 就是会变得越来越多 这些需求呢 也会推动的这个摊位器件 逐渐的去加大量 以及逐渐的降低它的成本 总的来说 它是适合这个更高温高频高效的这种运行的这种器件 同时呢 就是这个国家的政策 对这些市场的推动呢 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 那么 这边我们看一下碳环规MOSFET 相对来说碳环规MOSFET 是比较新型的这个宽进的器件 那么它刚刚我们也有 简单的就是说分析过 它是可以做比传统的规MOSFET 做更低阻抗的这种器件 那么 它的这个 开通速度可以变得更快 所以说可以做更高频的运行 更高频的运行 那么同时呢 它的这个高温 耐高温的能力呢 也可以适合做一些大功率的这种高温运行的这种场合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这种方面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体二极管的这个反向恢复特性 相比这个硅的二极管 相比这个硅的MOSFET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善 可以认为是接近零的这个反向恢复时间和反向恢复特性 所以这一点的话 对这个电路的这个EMI的特性啊 包括这个一些电压尖锋导致的可靠性啊 等等都有非常大的这种帮助和改善 那么后面呢 我们也有一些成功案例跟大家去分享 它会二极管呢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器件 大概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商业化 那么它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相比传统的一些 比如说肖特机啊 快恢复的二极管啊 它可以做更高耐压的这种器件 比如说它可以非常轻易的做到1700伏 这样的耐压 而传统的这个肖特机二极管 也只能做到200伏左右 所以说非常适合一些高压 大功率的一些应用场合 那同样的它的这个 肖特机二极管的这个反应恢复特性 跟那个肖特机二极管的这个反应恢复特性一样 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 相比这个传统的这个硅的二极管 单纯去看一个碳滑硅的器件 它的这个成本确实是 相对于说那个硅的MOSFET 或者硅的二极管是比较贵的 但是呢 如果是从一个系统的角度去看它这个问题的话 那它是可以去很好的优化它的系统的成本的 那这边我们以一个实际的案例来进行分析 225千瓦的一个三项逆变器 这样的一个实际案例去分析 那么原来在用硅的这种器件的时候 用了84个IGB器 那么用采用全碳滑硅的这种方案以后 用了48个碳滑硅的这个MOSFET 同时呢 就是它可以提高了它的运行频率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 磁性元器件 电压器 电感的体积呢 都得到了很好的这个降低 同时呢 它的这个效率比原来更高了 所以说它可以用更小的这个体积的电池 去产生同样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续航能力 在这种电动车上产生同样的这个续航能力 可以采用更小的这种电池 更小体积的电池 那么其他的一些器件 无源器件呢 也随着了这个高频化以后 那它的成本得到了一些降低 所以说从总的一个系统的角度来看 虽然它单个的这种碳外器件的这个成本 比硅一的二级管 硅一的MOSFET 或者说IGPT会贵一些 但是整个系统成本 却降低了一定的百分比 所以说它是一个整个系统的一个激活的一个因素 这里呢 我们放了一个典型的700伏的 我们Microchip的700伏的35毫的这个碳外MOSFET 它的封装是TO247- 4的这样的一个4PIN的这样一个封装 那一般来说这个MOSFET 它都是3PIN的这种封装 GD S 门级 陆级 S级 原级 三个三个PIN角 那么它这边做成四个PIN角 也就是说从那个原级这边单独 拉出一根线来 做这个接到这个门级驱动这边 接到门级驱动这个返回路径上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实际测下来的话 就是发现通过这种4PIN的这种封装 去测试它的这个开关存耗 是可以比这种3PIN的这种封装 是减小30%到40%左右的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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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性呢 对那个大功率的这种应用呢 是非常重要的 原因实际上就是它如果不单独拉出一根线去返回这个门机驱动的这种芯片的话 那么它这个原级大面积的原级上产生的引线的继承电感 包括这些其他的继承电感上产生的压降会抑制它的这个开关的速度 在开通的时候是减缓开关开通的速度 在关断的时候是也是放慢这个关断的速度 这样的话会导致比较大的开关损耗 而通过这种封装上的这种改进很好的改善了它的开关损耗 这个是碳红二极管 这边列出了两种封装 一种就是这种二合一的这种封装 就是它有一个供应级的这种端口 供应级的端口 两个阳级 实际上可以这种三拼的这种二极管可以当做两个二极管去使用 而这边右边呢这是两拼的这种二极管 一个阳级一个阴级 好前面呢我们把这个功率器件 新型的这种碳华VMOSFET 以及二极管的这种功率器件 我们也做了一些简单的特性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近期的一些成功案例 这个呢是一个做双向OBC的一个客户 那么它采用的这个双向OBC的这个架构呢 采用的两极的这个架构 前面一极呢是这个PFC的架构 然后后面呢是这个DCDC的隔离DCDC的架构 它是采用这个CIRC的这种双向对称的这种隔离变化器的这种特谱 那么两极之间呢 是采用这个SPI的这种快速通信方式 因为要做反向嘛 就是一般来说这个OBC它需要做这种V2G的这种应用 它做反向运行 所以说在PFC上我们采用这个图层柱PFC这种特谱 去很方便的去做反向的运行 而这个后面这个DCDC这一极呢 采用这个CIRC这种对称的特谱呢 它是可以天然的去做这种反向运行的 因为它是对称的这种特谱 从输入到输出和从输出到输入 它的这个增益特性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是相对于6.6千瓦的这个OBC 双向OBC的这个另外一个3.3千瓦的一个OBC 双向OBC的项目 它的这个基本结构和6.6千瓦实际上是类似的 在功率电路部分呢 采用的功率器件比6.6千瓦降额了一半 那么除了那个控制部分 连同这个6.6千瓦一样 就是说除了控制部分 采用了我们两个这个Dispeak 33CK的器件以后 那么在功率部分呢 我们也设计进去了两个700伏的TANV MOSFET 用在这个图层处PFC的这个两个快管上 所以说相当就是比较大的去扩展了我们的这个Revenue 那这个是这种5G的这种市场发展起来以后的这个一个 基站储能的这种刷向DCDC变换器 那这边的主控制器呢 实际上采用了是这个PK16这样的一个半数字的方案 那么前面我们也小篇幅的讨论过 那么正向的时候 正向运行这边是AC点压 通过ACDC转换出了一个直流母线60伏 供给这个基站负载 那么同时呢 通过这个双向的DCDC 非格力的DCDC 这边是采用四开关的这种Bugboost的trop 去给这个备用电池进行个充电 那么在电网复合比较重的时候 或者电网断电的时候 通过这个电池反向去放电 先三电池 而不是通过这个锂电池 铃散铁锂电池反向去放电 供给这个主流母线 以及它的这个基站负载 那么接下来一个成功案例是 也是这个跟这个储能系统相关的 那么这个储能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客户里边 它的这个便携式的这种储能 移动的便携式的这种储能系统 就是它正向的时候呢 也是通过一个ACDC 这边采用的是图层住PFC架构 通过PFC架构产生一个直流母线400伏 400伏呢 然后通过双向的CRC变换器产生50伏的这个母线电压 去给电池进行充电 储能 那么在反向运行的时候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50伏的电池 通过这个CRC的这个反向运行 产生400伏 然后再进行 这个图层住PFC的反向运行 产生交流 一边处于一个交流电压 去供给用户使用 这就是它这个双向变换器的一个基本的应用 那么中间的话采用了我们两个Disk 3x CK的这种器件 一个器件是控制这个PFC部分 另一个部分呢 另一个器件来控制这个CRC的部分 那仔细去看的话 实际上 它的这个架构跟那个双向OPC的这种架构是非常类似的 只不过是 它的这个具体的参数 根据它的运用不同 也有一些区别 它的基本的拓扶架构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这边呢 是一个 便携式的这种 是移动直流快充的这种 什么案例 那么这个它的运用场合呢 是就是一个移动电池 大功率的一个移动电池 大概是400到950伏左右的一个移动电池 要通过一个电源模块 去给它这个车载的动力电池进行充电 那车载的动力电池 大概也是在400到将近1000伏 950伏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么现在都是高压直流快充 快充这种场合 那么这两个电池之间不能直接接 所以说那么它需要一个双向的这种DCDC 那么这边呢 采用这个双向的这个非格力的DCDC 就是四开关的Bugbooster 去通过移动电池给这个动力电池进行充电 而动力电池呢 也可以反向的去给这个通过这个模块 发现运行去给移动电池进行充电 那或者是说不是即使不是动力电池 那么它的这个通过其他的交流模块 那也可以去产生直流 以后给通过反向运行这个DCDC 去给移动电池进行充电池 那也是用我们这个DCDC的一个 里面的一系列里面的一个器件 去做这个主控 那么这边呢 是一个大功率的激光电源 它的规格呢 是大概是在3000瓦左右 那我们是通过这个PP16F的这个半数字的这种方案 去做的这个整体的设计 当然这边也包含看通信的部分 那么这边最主要想分享的是 就是在这种大功率的这种Tof里面 这边是一个具体的Tof是用那个Buck电路 同步整流Buck电路去做的 那么后来呢 由于解决这个EMI的这种大功率的这种场合下 解决EMI的问题 那么我们索性把这个 这个同步整流改成了这个 非同步整流 二级管整流 那在做二级管整流的时候 为了解决这个EMI的这种 以及这个高压接风的问题 我们又把 碳环微的二级管 解答进去了 所以说一方面 那个就是说 解决了它这个天风的问题 另一方面的话 对这个整体的EMC的这种特性 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碳环二级管的一个成功案例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说会 就我们所有的那个 两部分的这个 两次课程的那个内容呢 就全部都结束了 相对来说呢 也是做一个这种 抛砖引玉的这种 这种目的 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培训呢 可以当做一个 基本的对开关电源的一个 原理控制 数字化 以及这个重要的 数字外设 其他我们ADC的一些要点 以及功率电路的一些 既然问的一些成功案例 进行一个分享 那么希望呢 能够在 实际的客户的 支持过程中呢 对大家有一定的这种 启发和帮助 那这也是我们 这个分享的一个目的 就达到了 好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